火灰我们的雅线粉丝 火灰雅线粉丝 那你雅线粉丝 在我这都是弟弟 我们又来到了贺维市 四周一下 乌拉都是啥火气的 我跟贺维市干了三十四年 干了三十四年 对 大爷那你几年看了美国大年了 我七十四了 我家旅温粉丝是最有名的 在贺维市那样 他出不得下第二家子 我在乌拉拉 是全国有名的乌拉拉 他就到我家跑第一家子 乌拉拉是哪个 乌拉拉是网红 网红乌拉拉 你就是小年纪那个人 他年纪人是东北人 他从上海坐回机 直接到我家来 跑着就走了 到贺维市 贺维市这留啥我多了 一不我一牙 就咱们来派你 咱们就到我家跑一牙 坐回机过来的 坐回机 对 坐回机过来的 坐回机过来的 他吃三万粉丝 你说他多少钱 我说他多少钱 三万粉丝说他四十五 一分钱不少 一分钱不少 那天敢瞧蛋饼买完了 没吃到蛋饼 那他转门来到你这吃的 你还不跟他友会点吗 那就能友会了吗 我也是没点的 这一个人吃三万 吃三万 不是 一点不是 一点面上 稍微搞快点 好 我们赶时间 蛋不算吃的不长火的 也不算多 那要是吃的多能吃几碗 五碗 五碗 你这十五碗 有吃他十两个蛋鸣 有的吃一碗粉丝 要吃四个蛋鸣 那来的都是大胃黄 对 我也要他这样来吃了 我一蛋鸣 这样他吃了一口 他就要买第二个 大爷那你感觉你能吃几碗 我能吃几碗 我老了我年轻着 这么也只能吃一碗 你年轻的时候能吃几碗 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两三碗 两三碗 你吃不了我 我吃不了 大爷你是哪里人 我是受限的 受限这样碗 哦 那有几碗 这样碗几碗 对 这样碗几碗也不错 这样碗几碗也好 你这个受限做法还是受费做法 你这个粉丝 粉丝是哪地方的做法 在哪做 在我们家的 这样碗的做法 哦 这样碗做法 这样碗的做法 这个不是 就是传统的贺飞做法 对不是贺飞的 咱们这个跟贺飞的粉丝有啥区别呢 和我们的口味重 和我们的粉丝 天带大 天大 我家这个口味浓 带天透啊 对了 我们也没有 我们家是保管的菜 粉丝跟你这个比 那果然比啥比不上 好 那这个牛肉 哦 那你粉丝呢 我家这个牛肉它都少不好 哦 这个牛肉就是紧花紧椎 对了 嗯 它这个牛肉它都少不好 哦 牛肉就少不好 嗯 只要能做出来 这个颜色就做不出来 它真正能做出来 它真正能做这个味道做不出来 哦 嗯 大爷你这个南京粉丝 比你这个粉丝 比你这个粉丝 那他想做出这个味道它难 这个大爷呀 你这个南京粉丝和你这个粉丝比 南京粉丝也不知道 南京粉丝是清淡的 南京粉丝我去吃的 南京粉丝 加上的皮都挂出来 南京粉丝 南京粉丝清淡的 没味道 哦 没你这个好味道做 没有味道啊 它那个鸭蝎是不炒的 我们这红烧的 哦 你看我们这鸭蝎的 红烧鸭蝎 红烧鸭蝎 哦 红烧的 红烧的 我们这牛肉也红烧的 不像它们的剥的 剥的 你看你看看 红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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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南京的鸭蝎粉丝 它历史有油 实现成啊 对 它实现成 我这没出名啊 这个历史是 我还叔叔他们 老子在穿下来的 它有蜜黄 碟 碟 碟两个 什么 没有三个 好 没有三个 到了 一个不是 不要做吧 好 都不拿 火锅我们的鸭蝎粉丝 火锅鸭蝎粉丝 南京鸭蝎粉丝 在我这 都是地点 火锅是整个没有 这种大名 只要到处看着 我这种大名 都是我土地 没有是做大名的 都是你的土地 都是我土地 大人那你对你的 这个技术品上的自信 那咋了 我这火锅是没热 没热的大名 不断装大名看看 我这火锅鸭 火锅是没有 都搞不好 只有你 只有你能弄好这个技术 对 只有我这个技术 能搞好这些大名 最简单的 从前没有网络 一天就知道 但是它做的高不好 哦 没有做出来的这个味道 说不出来的味道 我这个味道是特殊 这个说的 这样一挖的 看看 可有感觉 你不念碗混饰吗 有感觉 加鸭鸭你别晃啊 你那混饰 两碗混饰还没上进来 对嘛 你不念碗 我没收的钱 哦 有独家物品调料 我没钱找 小鸭一个 哦 OK 美女你从哪里来吃 大美女 贺飞美女也真漂亮 你看 色衣都好 等一会儿 带两个美女来吃 好 好 几天都要关门 九点 哦 九点 哦 好的 大爷那你今年74了 你还准备干多少年干退休 我现在干不上来 干年半二就差不多了 你整个干一年多 你到75日就干不动了 干不动 现在也干不动了 我现在到74了 哪能干实验场啊 那你我看你这 一茫茫一圈 累了皮 都给人家看 对 也受不了 受不了 我这也是应该有很多人 我这也是要买70万出去 就这一会儿 就这一会儿 人太多了 看来大家还是味道特别好 对 我的味道都好 我想我的希望就是让全国人民都吃了我 我也粉丝 都承认我呀粉丝味道 让全国人民都吃了你的粉丝 嗯 那外国人 你感觉他跟他吃惯了 外国人 我有独立在加老的 加拿大你也有独立 有独立 两个大牛肉生 他们在那边生意怎么样呢 生意好 不用我把视频拿给你看 活不 好 他都牛肉生吃的 你家国外也喜欢吃这个味 嗯 加老大国家吗 就像你也从出中国了 嗯 从出中国了 出国了 再来一个就 再来一个就 只行再来一个 他们在加拿大就是在哪个地方卖的 就管卖给中国人还是卖给外国人 卖给牛肉生 外国也在里面吃 加老大国家人也在里面吃 再怎么走 我讲不上来 哈哈哈哈 他那都想走 帅气帅气 那这卖出中国了 卖向世界了 嗯 嗯 外国有人也在吃咱们的本事了 嗯 我吹什么牛啊 我假装他 确实叫我牛小生 来我这说的 真正的是 假装他 他是牛小生来说的 他找到我 哎 他跪到我面前 叫我认为我师傅 跪在那里 还跪在那里 我这不是吹牛皮 一点都不吹 哦 一点都不吹 嗯 他跪到我面前 叫我拿他做事 他多年拿我钱来给我 的时候他就跪在那里 就是我师傅 哈哈哈哈 这一点都不吹 当场就跪下了 嗯 对 到我压 嗯 他到我压 找到我压 我那时候 要收他的时候 他才承认 我收他当土地的时候 他就跪在我面前了 哦 就是我师傅 大爷 那你讲 加拿大的人 跪在那里面前 求了你要学这个技术 你不是吹牛的吧 我都吹 我吹什么牛啊 我吹牛干什么 他不来说 我不想叫他 他这个人叫我 我在叫他的 哦 哦 他给我等一个礼拜 就人学到你技术了 对 终于学到技术了 他的货物 全部都是 寄过去的 那城门太高了 他让他跟那边再卖多少钱 他卖150块钱一万 150块钱一万 哈哈哈 是哪个人民币啊 还是人民币啊 货人民币就150 哦 花人民币150 他人民币 花我们家人民币 就150块钱一万 咱们这个城门太高了 对 他寄过去的嘛 啊 有过去的 他一天再卖多少碗 那我不知道 我先不问他 他古里人都是留学生 那他几天来买一只材料呢 他说一样买的多 他那头子大 他一样买了好多 都轮船透过去的 都轮船透过去的 对大轮 一轮船 那我不知道透好多 西安二位美女要吃无辣辣通款 我要好带你们去吃 今天这个无辣头今天给我们开这个了 开后门了 四大一碗 你看 豆牛肉 还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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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血 鸭血 我先来点 到我这儿了 这个 我应该喊他无数了 无数这个技术呀 咱赫培比较有名 这个 少女人的 他听得起 连 连千万大咖都来大咖 我得想要怪怪 这牛肉汤吃 美味 大伯爷 你今天 你这个 卖多少碗 大概有一百碗 哦 你从几点卖几点 从五点到九点 只卖一百碗 下午的五点啊 下午的五点到晚上的九点 那我如果九天中 九点啊 十分来 你都不干了 他九点钟 刚才来了 他来了了 九点钟 干了九点钟 一刻到时候 我都不卖 但是 这时候九点半就不卖了 确实不卖 绝对不卖了 九点半就吃不到粉丝的 你你只卖一百碗 那那那那那 假如你九点钟 粉丝卖完了 你也没有呀 没有了 没有了 那那假如八点半 粉丝就卖完怎么办 那就没有了 哈哈哈哈 只卖一百碗 只卖一百碗 就卖一桶 一桶一桶糖 我看你周六周天啊 生意都俱好 那 经常来吃就吃不上 那那那吃了谁吃了 真吃不上 哈哈哈哈 他有很多人都吃了 他都吃了 干了啥一啥的 就这样的 对对对对 我就这样干的 我从来不不不不卖一碗 就卖这几个小时 哦 七八九小时 嗯 嗯 哈哈哈哈 这是 老手艺人的底气 嗯对的对的 在赫培市 火灰市他吃饱了 我还在用粉丝 吃不到 在火灰市他绝对吃不上 我还在吃饱了之后 还能吃到好吃的 我还在吃饱了之后 你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 对 安徽 你这个粉丝的肉汁棒的 对 他他吃不到 我也这个鸡蛋鸣 他吃不到 哈哈哈哈 我还在我想鸡蛋鸣 还有我想鸡蛋鸣 那鸡蛋鸣也好吃 嗯 我也鸡蛋鸣是一举